我觉得黄珊珊让我觉得最难过的事情是她越来越像柯文哲 她讲话完全抄袭柯文哲 她说她心里面完全没有想到选举 如果想到选举的话 如果想到选票的话 她工作就不会做好 你所做的事情每一项都跟选举有关系 我问你87次去这个菜市场 你每次都带单楼去吗 每次都把这个菜市场要怎么规划怎么规划 然后呢你全部都破话好了吗 都是这个样子吗 你去一些地方的时候 竟然最可恶的是 竟然只出现所谓的民众党的候选人 这大家会一直诟病 那理由讲了一大堆借口一大堆 还说是有摊伤自己通风报信的 所以在地的议员没有人通风报信 这个大家一看明眼人一看就说 这个是一个政治的相关的 怎么说掩护 这是不对的还被K 你自己是做议员出身的 议员谁会相信 老百姓谁也不相信 所以黄珊珊现在用所有副市长的资源 在做她选举的工作 而且熊好俊要发的这个timing时间点 也非常强 当然就在这个时候很简单 本来还要提早发的 那问题是 因为她来不及最佳减预算 我就觉得很简单 每次柯文哲都在说 她还多少钱 预算是怎么样 你看连第二预备金里面 都用了不该用的钱 把救命的钱拿去挪去 她用 我跟你讲 那过分到什么程度 过分到 不要说她跑87次 她跑所有的一切 全部是公家付款 她每个月薪水照领 然后她的司机的钱 跟一滴的油钱 她都不用自己付 这就是让大家觉得 而且你要吗 大家一起公开 对不对 公平公正的竞争 就不是 独厚这个所谓民众党的候选人 被K了以后 到现在才说 以后会全部通知 那以前你在干什么 所以事实上 她就是学坏了 完全跟柯文哲一样 嘴巴讲一套 私底下做一套 她说 柯文哲算认到现在 里面有很多的副市长 包括林青蓉 邓家机 黄珊珊 但其他两位副市长 都没有主动要求 要视察市场行程 就只有黄珊珊主动要求 每一次视察 都大动作 找公务人员 或市府官员来陪同 今年 几乎高达 七成以上的视察 都有民众党的议员 参选人在旁边 质疑 根本是为了选举绑装 好 我们要请教正号 当然黄珊珊是说 每件事情都可以谈脱 我认真不行吗 但重点是比例原则的问题吗 而且你大动作的 动员了那么多的公务人员 他说他心中没有选举 那你相信吗 我要先问一个问题 跟刚刚主持人问的没有关系 为什么是减苏培爆料 不是蒋万安爆料 这件事情应该是蒋万安爆料 今天减苏培要选市长是不是 没有嘛 对不对 国民党的市议员在干嘛 没有人在知道嘛 所以我们已经讲说 蒋万安很佛系 很佛系 我们不是在嘲笑他 而且你会发现 至今对于民众党 或是柯文哲 有效的你要讲攻击也好 监督也好 其实来自于民进党的市议员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蒋万安 他也不用哀怨说 为什么我明明就那么努力 这么辛苦 然后又跑行程 又跟婆婆妈妈跳舞 然后搞一大堆 然后流汗流成这样子 为什么民调上不来 因为有意义的工坊 有意义的监督 都不是你蒋万安来做 对不对 减苏培这次监督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有意义 因为光是比例就不太对了 王山山上任两年去87次市场 我不知道这数字是不是可以挑过 但是柯文哲上任七年多 只去了26次 对不对 26次的话 照理来说 这是我可以想象的 就是说26次的话 七年大概一年 大概是四五次的市场 本来就是市政多如麻 你如果身为一个市长或副市长 你每一天心心念念 当然市场的改建等等都要注意 可是市场有专门市场管理处 有相关的旁边商区 有金发处等等 有商业处等等 有相关的部会 或者有相关的局处可以去处理 你如果身为一个市长或副市长 每一天或每一个月都要去市场 然后一直轮一直寻一直寻 坦白讲我认为这某种程度的失职 那柯文哲的比例就是我可以想象的 7年26次 可是黄山山的两年多 来87场的大型市场市场 坦白讲我认为很怪 你必须解释 你这81场是要干嘛 第二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件事情是 你去市场的时候 我们上礼拜才讨论过 你没有发工开行程 你旁边有民众党的小鸡在旁边 你身为民众党的母鸡 带着小鸡去扫市场 这件事情就是叫做工器私用 第三件事情 650人次的公务员 可能是习程休假 可能是在飞上班时间 陪你去扫市场 我想问你今天减速培 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 一定有公务人员不开心吗 你市议院一定是要有人澄清 有人爆料 或者有人不小心跟你讲些什么东西 你才会去掉资料 掉了资料之后 你才在那边挖下去吗 所以你可以看 对于黄山山来说 绝对不辞副市长的好处太多了吗 你辞职之后 谁要理你啊 谁会向那边挂一个红布条 欢迎黄副市长来视察市场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很现实的 讲完去扫市场 跟副市长黄山山去扫市场 是完全不同概念 我今天去可以宣布改建 我今天去可以宣布 周边什么建设要拓宽 我之前去可以宣布什么 我这边给你打疫苗 所以黄山山的行政优势 就在这边彰显的无疑 更黄论晚点我们振兴卷要讲 未来黄山山的七大振兴方案 还是黄山山来公布 所以这个东西是赤裸裸的 用台北市政府的资源 来帮黄山山辅选 这无庸置疑 另外一件事 那蒋婉安到底在干什么东西 因为蒋婉安实在是很可爱的 一个候选人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才在质疑说 蒋婉安这个没有台北市议员 想要跟他挂看板吗 那昨天很生气的po一篇脸书 里面有很多台北市议员 跟他挂看板 七个七个 很多很多 当然也可以说是摆面因素 没办法摆太多张 可是问题是 这东西是一个感受 就说一个市议员 你可能有三十面或四十面的看板 那三十面四十面看板 我只有一面或两面挂讲华 所以这比例原则 是不是也有点太少了呢 如果你是很强的母鸡的话 对就像之前赖金的看板 多到被讲小狗尿尿 你多那个程度 大家会有感觉 那为什么讲完会被人家去质疑这件事情 也不是刻意要去质疑 只是说因为每天在台北市 不管是骑车开车或走路 确实现在看板挂了非常非常多 可是大多数都还是 个人候选人的看板 我举个例子 那时候2018年韩国瑜的时候 大家为了抢跟韩国瑜 合照挂看板 抢到什么程度 后来韩国瑜办公室受不了 说某一天 某一个下午的三点到五点 韩国瑜在某家电视台 特别开一个摄影棚 你想要给我合照的国民党候选人 全部都过来 那他就大家 你看到那些小机 北中南 有人从高雄上来 有人从台南上来 有人从台中上来 排排站 然后在这个摄影棚外面 就比如我们在那边录影 对不对 因为这次旁边录影就是后面 韩国瑜就在那边 然后议员一路排到外面 摄影棚外面 轮流一人30秒 然后排几个pose 有人拿知识 然后赶快照完下课 照完下课 这就是有人气的状况 所以看起来 蒋万安的人气 是不是有点冷冷清清 韩国瑜还是有点落差 回过头来讲说 那你要怎么把这种人气补足 你今天减苏培这个爆料 你今天蒋万安爆的话 来因就凝聚了 发现蒋万安有站立 有站立不是说 你遇到麦克风的时候 你特别的大声 特别的雄壮威武 你就要有站立 不是 你要能够抓到论点 然后有站立 那你如果有站立就算了 你没站立就算了 那至少会抬杠 就说现在蒋万是连台杠的等级 都没有 比如说柯文哲就说 很多人看到姓蒋 就不会投给你的 游淑慧也是吵架王 他就回 很多人看到姓柯 就不会投给黄珊珊 这叫台杠等级 你讲话也可以 可是都没有做的时候 当然难怪你的选题 会冷冷清清 我认为比较值得 关注的一件事情是 中国共产党 现在看起来 在他眼里面 他会对于柯文哲的兴趣 远大于对于朱立伦的兴趣 而在国民党里面 他甚至对于夏令妍的兴趣 或其他人的兴趣 远大于对朱立伦的兴趣 他被边缘化了吗 朱立伦 对 而且我认为中国共产党 对于朱立伦的这一种 不喜爱 或是没有把他看在眼里 这件事情 他会更加剧 朱立伦自己 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威信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国民党内部 比如说有韩国瑜派 有照烧抗派 这一些的 讲白了一句话是 这些人某一种程度上 都希望能跟中国共产党 那边进行一个对话 或者进行一个交流的管道 如果他们现在发现说 现在其实连中国共产党 都没有把中国国民党 现任的主席朱立伦 看来看在眼里面的话 说一句实在话 朱立伦到底 他还能号令自己内部多少 其实我是有很大质疑